那事情风波也挺大的 好多朋友都出来说这说那的 我觉得该过去都会过去的 老天给你的考验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更灿烂的明天 在婚变事件后 潘月明事业暴跌八年见不到儿子 直到2018年的一部旺剧 《白夜追凶》才让他浴火重生 潘月明1974年5月9日出生于北京 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耳濡目染的潘月明也喜欢上了书法和绘画 从小就文艺的他还酷爱演习 第一年高考他报考了北电和中系 三十的时候北电和中系的考试安排在同一天 他选了北电 结果文化科不达标落选 等报考中系被剧好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中系特招 只要报了就能考上 复读一年后 潘月明选择了北石大艺术系 学习影视制作 之后他当过场记做过巨户 但也没放弃学习表演 2000年他被陆学长发现出演了处女作《非常夏日》 饰演懦弱纠结的男主角雷海洋 第一次演戏 潘月明就将主角的忧郁胆怯完美呈现 2001年 他和云全主演《蓝色爱情》 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随后几年 精华烟云 红一仿 败蛇串三部大戏播出 潘月明凭借贵气的少爷形象 红遍大江南北 和同时期出演金粉石家的陈坤 一级成为少女杀手 第一个戏就拿奖 第二个戏提名金鸡奖 第三个戏是最受欢迎男主角 这时的潘月明少年成名 意气风发 和事业一同收获的 还有爱情 2006年 潘月明在拍红衣访时 与董结相识 才子佳人 虎生好看 曾孙雅与冷清秋走到了一起 从两眼起 潘月明每天都要给董结画一幅带新的画 董结怀孕时 因为怕他低头看书不舒服 潘月明就一页一念给他听 事业成功 妻子貌美 儿子乖巧 潘月明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但生活能把你捧多高 就能让你摔多惨 突如其来的婚变 给了潘月明一个狠狠的耳光 他曾深爱的妻子 说他事主成性 粗暴无敌 公众面前 他的好丈夫和玉命小生形象荡然无存 但他只回了八个字 君子相绝 不出恶言 从头到尾 没说董结一个不子 面对污蔑 他告到法庭 起诉对象也并非董结 而是董结的经纪人 最后法院判了潘月明公道 但舆论已经无法挽回 离婚后的五年 他几乎没有通号 资源差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宣传团队到处找机会 只希望媒体能给他写一篇报道 2016年 富贤已久的潘月明 参加了跨界歌王 节目中 他用红布蒙住眼睛 唱了一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歌词中的那句 你乃人生何 想得却不可得 仿佛就是他的人生写照 一曲终了 他摘下红布 微微一笑 似乎在和过去告别 2018年 网剧《白夜追凶》 横空出世 潘月明一人分食两绝的精湛演技 让人拍手教学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演技更加沉着 经历了大气大落的他 再度翻红 也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温柔善良的男人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经历了人生起伏和兜兜转转 如今柳暗花名的潘月明 依旧是无所畏惧的少年 你喜欢潘月明还是潘月案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